大家好,我是Cindy Baha,魏学姐 上一集女主角顺利收服一只仙手 正是民宿门开山祖师爷当年收服的玉琳 一开始还是凶巴巴的三神哈战 后来被女主角的诚恳感动 最后愿意跟随女主角 一同跟随打拼 收服的哈战居然变成一只超萌的小仙兽 跟那熊啾啾气昂昂的声音实在不大 总之能完成任务就是开心 也顺便印证我之前的猜测 天师门掌门不是个好东西 接下来会是怎么样的剧情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咱们要出发了吗 还是再等等 还是再等等 就地休息一夜明天继续上宫 白事 这个石头是 你受伤了 离远点 离远点 别多管闲事 等等 这人受了伤 就应该好好看看伤口 我是大夫 让我看看 这天寒地冻的 受了伤在马棚里住上一夜 肯定会冻坏的 你受伤了吗 不 不 我没事 是吗 这位大夫可是说要给你看病了 我看你就别上矿了 换别人来吧 大人 我错了 我还能上矿 我 我没事 我们先回岳姐姐那里 什么东西 她虐待人是觉得有意思吗 我去跟掌柜说 让她在后院植个火炉子 探火前我出就是 好 我们一起去 客人要吃点啥 掌柜长 麻烦您给后院植个炉子 探火前算我们账上 好 客官 您真是个善人哪 也算不上 就是看不得那些官兵的样子 这些官兵啊 每次都是住在我们这里 他们一想如此 毕竟是官总得有些架子 就没人有意见吗 当然也有 但我们一个小客栈 也不能怎么样 不过这些官兵着急 最多住一晚上也就走了 忍忍就好 客官别怪我多说话 听我一句劝 您还年轻 别把鸡蛋往石头上撞 他们可不好惹啊 多谢掌柜 我们会注意的 客人要吃点啥 客官吃好喝好啊 咱们要出发了吗 他们好可疑啊 还是在等着 怎么啦 我听到后院好像有吵闹声 这客栈来了个矿队要入住 弄得人样麻烦的 而且那些领头的 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 那些矿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明明就那几个士兵 他们一大帮子人今也不敢反抗 他们不是矿工 是矿艺 那些矿艺 是被他们强抓来的百姓 去开采一种叫冰金矿的东西 冰金矿 那不就是我们在裂风谷中 建过的矿石 嗯 监工们为了控制这些矿艺 便把他们同家人分开关押 若是敢反抗 他的家人也活不了 刚才那个人不敢休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这样 可就算把他们当仆役 也不能这样操劳吧 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矿艺的性命 等到矿艺倒下 就弃之荒野 太恶劣了 竟然会有这种恶霸的存在 我看到那个头领的房间了 要不 我去把他款了 然后把那些矿艺给放了 师姐 我和桑游一起去 你们先别冲动 这事可晚不得 这个矿队很可能明早就离开了 那些矿艺为了家人再忍耐 我们怎能贸然行事 先等到晚上 我们再去打探消息 要救 就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救出来 说得对 我一着急 都忘记这回事了 要打探消息 先得搞定那些守卫 好 我去调治一些民药 晚上行动吧 嗯 那便饮食去 那是守卫最为薄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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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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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动静太大 还是会被其他人注意到的 你们的家人被关在哪里 我会将他们一并救出 村长 多谢几位好意 但是 仅凭你们几位少年 是不可能对抗的 辽国公军的 请少侠们回去吧 原来这几年就是尔等 一直在山谷外 广荡广荡地敲来敲去 您和山神简直一模一样 我就是山神 这几年来 尔等一直在此山挖并净矿 饶本山神休眠 着实讨厌 山 山神大人 小等名严寒 我等 我等并非有意冒犯 严寒 听着 卢龙军人多又如何 没什么好怕的 这几个家伙 虽然年纪轻轻 但着实有些本领 山神大人既然这么说 几位少侠 请务必救救我们 你说话竟然还不如御灵管用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带家人逃走 但卢龙军把守森严 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 几年苦工坐下来 我们早已病痛缠身 又哪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 卢龙军的对手 严大叔 你们的家人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这些旷役 平时被关在卢龙府旁的营地里 营地中央 有一座非常高的塔 叫什么神庭塔的 远远就能看到 等您到了那里 请找一个叫炎湖的男人 他是我侄子 好 您可有什么信物 这 我写一封家书吧 请用我的符纸和朱砂笔 我把情况都写在书信里了 我侄子认得我的笔记 他们一定会听从您的吩咐 裂风谷无人敢去 尔等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 接下来就交给这些小娃娃吧 无事羞扰本山神 恭送山神大人 严大叔 路上小心 我们就此别过 姑娘 我们是不是 在哪儿见过 没 没有 刚刚朕应该直接收拾了那个监工 阿游 严大叔他们是受害者 如何处置 还是要看严大叔的 况且 善恶有轮回 若真的动手 或许会报应到他们和家人身上 家人如此重要吗 对人族而言 有时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情妹 怎么了 没 没事 卢龙府 那儿的地形我比较了解 我来带路吧 还要是 你们找到了吗 哦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場 可惜我带的银骨用掉了 要不然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去了 耐心一些吧 等到晚上再行动 不过 这些兵营的部署有些奇怪 不像是屯兵 倒像是以那座塔为中心的阵法 秦妹 你能看出这是什么阵吗 嗯 从未见过 这个阵法构化得十分离奇 总觉得有种 束缚之相 什么 嗯 修大哥说得对 感觉这里似乎是什么的封印地 或者想要束缚住什么 多等 我也看不出来了 束缚 难道与风水地脉有关 尚不能断言 但那座高塔 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游 阵法古怪 可又看不出什么 你懂阵法 当然了 小秦会 我自然也得会 算了 此阵法既然一时不能搞清楚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以救人为心 小秦 青妹 你先将此阵法构造记下 等此件事了 再请教余霞真人 嗯 好 这座阵 为何带有九泉灵力之气 在没有救到人之前 尽量不要和士兵起冲突 如果造成混战 波及到邝衣门就不好了 嗯 嗯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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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死去哪 你哪 什么声音 什么人 什么人 在哪儿 什么人 什么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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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就是 这的确是我叔叔的笔迹 但 镜影内守卫森严 马上就是夜港的换班时间了 换岗后 我们会将此处到出口的守卫通通迷运 你们趁这个机会立刻逃 只要到了裂峰谷 各位就可以和村长会合 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万一 万一失败了 他们还会放过我们吗 以前逃跑的旷运 全都被抓回来处决 别提有多惨了 贪生之人 弹和自由 是啊 咱们和鹿龙军拼了 若是成了 自然可以逃出升天 若是失败 村长他们也不用再顾虑咱们 自己逃走便是 对 与其待下去 只要是被扯我 大不了冲出去一拼 对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就是 跟他们拼了 那我们行动 我带了迷魂谷 可以把那些士兵统统放逃 你们跟着我不方便 就看我桑大侠的吧 我带了迷魂谷 可以把那些士兵统统放逃 你们跟着我不方便 就看我桑大侠的吧 嗯 啊 我只是路过 走 没时间乱走了 就矿衣要紧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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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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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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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发现了 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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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